于池香数位机会中心日前在于池国小办理在地美食爱记录课程 主要是希望借此能够将在地美食以及地方农策产品推广出去 这次总共带来三道菜肴不但吃地方特色美食也特别选用于池三宝之一的香菇露菜 是选用我们于池香的其中一宝我们的香菇包括干香菇跟鲜香菇 三道我们于池的特色美食香菇鸡汤那个香菇油饭 另外一个是金沙草香菇这三道都是我们于池相当当地特色的一个名菜 这次的课程不但是学员展现平时学习的成果 也会将记录做成电子书参加比赛 学员也表示在老师不焉其烦的指导之下 不但对于这些东西有更深的一步认识也能够借此记录下来加以行销 将平时在DOC上课的这些记录的成果 搭配一些像打光灯等等这个部分呢 然后帮商品做个记录 那这个整个记录的成果呢 到时候由于池DOC 他负责收集之后 我们会产出一个电子书的方式 然后今年呢参加我们南投跟台中所有12个DOC 办了一场特别的比赛 因为我们学员有的年纪比较长一点 会比较不容易写这种电脑的东西 但是老师叫我们到的作品拿出来之后呢 也会继续地指导我们怎么去销售自己的香菇 然后销售自己的民宿的方法 现议员陈昭玉相当肯定教育部与此数位集会中心的用心 学员们展现平时在集会中心学习的成果 利用手机以及补光灯来介入下在地美食 所以说我们在看到的现场 我们现在的技工还是我们的学员 都用最好的技术来电源出来 这也是我们整个乡程的一个效果 也是我们所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成立 营运的主要的一个目标 这次活动中学员们不但利用自己在数位集会中心 所学习的技巧来记录下在地美食制作课程 未来更会制成电子树来参赛 陈议员感谢数位集会中心的用心 也期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能够将地方美食以及产业推广出去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导